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節目要欣賞 油甘汁一定要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嘴唇 嘴唇 對不起 說得這麼貴 懶得叫做 嘴唇 裡面生了一粒白色的 問我 我就說 可以 我說你等我的藥有所益 等我先問一問藥劑 因為這些是明我們通常 媽媽 我小時候媽媽就說 這是生非枝 那又是生非枝 可以這樣說生非枝 但其實醫學名就是包疹 喂 拋診這件事我小時候聽見 很嚴重的 是啊 拋診你聽說好像性病那樣 是啊 其實 是啊 性病生在嘴裡 這個想法是沒錯的 可能 其實它有分類的 有第一類和第二類 所以不用怕 但總稱也是拋診 這個是一個病毒來的 下次我就問我朋友 你的拋診生在嘴裡 還是生在別的地方 是啊 但其實兩個都會傳染的 雖然是有些在嘴唇裡 有些就是性病會傳染 即有性病就會傳染的 都是屬於拋診 但其實兩種都會傳染 即有性接觸 就會傳染另一種性病的拋診 但是在口腔那些所謂俗稱非知的 都一樣是有機會傳染的 是不是因為 Case那時候會傳染 這個是一個方法 除了Case之外 還有什麼途徑會傳染呢 例如你吃飯的時候 share個叉 刀叉 那些 就是懶惹這樣 我刺一塊給你吃 自己又拿那個來刺一塊給自己吃 這樣就容易傳染了 是啊 會的 但其實傳染了 你未必當時就知道的 因為它會活在你的身體裡 是很長時間 然後當你身體感覺 都有其他不惜的時候 它可能會突然間發出來 即是說你就算有顆飛機 都可能是對方傳染給你 不過不是即時 那你就不會知道是對方傳染給你了 是啊 我認為有些事情 好像立即發作 第二天就會 好像感冒傷風 沒有人被傳染的 嗯嗯 不是那麼快的 所以其實可能 我自己身體裡 或者指清 可能觀眾其實身體裡 都有這種病毒的存在 只不過還未被擊活 哦 即是在睡覺 是 所以在你抵抗力弱的時候 或者會不會是 我們經常說 熱氣啊 吃得多炸東西啊 這樣 就會有機會是 出現了 這樣 是不是也會有這些 借點耳出現呢 是啊 會的 比如說 冬天 你沒有塗潤唇膏 那些 所以那些冷風吹的時候 刺激到 就會在嘴唇裡 也會有的 即是在嘴唇那裡 那就是 會生一粒粒這樣 是啊 但其實它是有三個步驟的 即是一開始在嘴唇裡 或者你會覺得有個位癢痕的 這樣就開始了 其實不是癢的 其實不是癢的 我生過非知 不過不是癢的 是你有時候吃東西會癢 還有你會覺得嘴唇裡面 有一顆東西阻住你 那樣不舒服的 你說的是入邊那種 入邊那種 口腔即入邊都會 但是嘴唇其實都會的 是我們看圖也看到 是啊 是啊 那圖裡面 你會看到 是有一些 是不是 我們看到有三個不同的階段 嗯 那三個階段裡面 第一個 Stage 1 你解釋一下 Stage 1 這種是在嘴唇上面的 不是在裡面的 可能就是 開始有覺得少少癢痕的 然後 我們看到在嘴角上面 嗯 其實是哪個位都會有的 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就會狠狠的 哦 我很少在外面 我就 每次都在外面 哇 我在裡面 所以跟你的感覺不同 是啊 是啊 嗯 然後就開始 過了一兩天 就會看到有點紅 嗯 然後 等它發出來 就會 整個拋 拋 一個 一顆 水泡 水泡 然後 其實它 嗯 我先說你 那種 那種 就是 一點白色的東西 一圈白色的東西 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另外 在嘴唇裡面 有一顆白色 我經常就是 螢光幕 你會看到 左邊的圖 嗯 是啊 那你就是右邊的圖 對 我是右邊的圖 但是我想問 那它的原因 會不會是 除了 剛才你說會有 譬如我們熱氣 啊 有冷風吹啊 嗯 會不會都會有其他的因素 是啊 會的 有什麼因素 會令到它有 壓力過大 壓力都會 是啊 這麼奇怪 每個人的 承受壓力 承受壓力的程度不同 很紅 而且它一有壓力就會 生鼻子 哈哈哈 低功力差了 就會了 是 還有什麼原因 還有 疲勞啦 感冒啦 剛才說了 被冷風吹啦 嗯 好像有些唱歌 被冷風吹 林一年 是啊 欸 我最近都很疲勞 但是 Touchwood 都未出現 是啊 我很害怕 因為吃東西 有時候會刺激 而且很不舒服 是啊 是啊 原來是這樣 那其實你生在裡面 那些 是否至於生在同一個位置 啊 我又沒有記得 是否在同一個位置 都是在牙附近 就是牙外面碰著的 嗯 是牙附近 這樣 那我想有些 嚴重一點 會不會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比較嚴重的 就是引起 會有 拋診這個 法源呢 就是 譬如你發燒 或者有些 外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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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的身體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所以很難說 就是有一個導火線 就會引起它有 我又沒有想過原來連驚奇尼 或者是外傷 發燒都會有這個拋塵 會的 大家講的是口腔那些 嗯 口腔那些 不是其他器官的 不是 不是 還有如果有時候看牙醫 看完牙醫之後可能都會的 是不是因為整個口腔弄傷它呢 是啊 可能是 還有太乾有時候就是爆炸 之後都可能會有拋塵 那抵抗力藥呢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一定有這個原因 抵抗力藥 嗯 還有最重要就是當你有拋塵的時候 一來是它會痛 所以很重要就是把那個痛楚減輕 還有很重要就是不要讓它發現 嗯 那不要讓它發現 就是我們有時候吃 有些人吃一些辣的 熱的東西 特別痛的嘛 是啊 不要再去刺激它 嗯 那我想問一下 最重要是怎樣醫治呢 啊 塗藥膏 我最直接的就是塗藥膏 聽說呢 市面上有一種叫西瓜霜 你有沒有聽過 嗯 有聽過 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 但是那些人就是說 就是晚上睡覺還是怎樣塗下去 我都塗過 但是好像對我來說不太合適 是不是中藥來的 那個我又沒有研究過 我不知道啊 可以下次回去看看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是啊 是啊 有些人就說 哎呀 塗西瓜霜就行了 那它是粉狀呢 還是膏狀呢 太久沒用了 真的忘了 不過其實有這一樣的藥 但是現在還可以買的 有 在那些 所謂雜貨店那些 哦 OK 那你會買到這些東西的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找醫生 還是就這樣問一下藥房可以買到呢 嗯 其實呢 拋診這件事是 你生過一次可能很容易就會有 第二次 第三次 所以如果你去第一次去看醫生 或者醫生會真的開一支 比較大支的藥膏 那麼 下一次再有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就可以用它了 所以說每一次都去看醫生 哦 那就用剩了 那怎樣處理那支藥膏啊 嗯 放在一些 就是沒有潮濕的地方 要放雪櫃會不會好一點呢 嗯 需要放雪櫃 反而放雪櫃呢 你把那個霜霜是弄硬了 哦 哦 即不是每樣藥都可以放雪櫃都適合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嗯 我以為呢 放在雪櫃會保存久一點 嗯 不一定的 有些不需要的 但是太熱就不好了 即是如果是開熱的話 冬天如果開熱的話 就不要放在雪櫃 還有不要放在廁所的櫃那裏 因為有潮濕 潮濕 是的 就會不會那麼好 你說這件事呢 我相信呢 所有的觀眾應該要注意 我見過很多朋友喜歡放藥 在洗手間 是的 是吧 以為容易拿來用的嘛 是的 是的 但是不適合放藥嗎 是不適合放藥的 在櫃桶裡面 最好是鎖起啦 因為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呢 就不要讓小朋友那麼容易拿到啦 嗯 應該是的 我相信呢 有些人就有一個箱 嗯 要做好像紅十字的箱 是的 first aid的箱 就用來放進去 甚至呢 買一些箱好像醫生拿得起的 嗯 就鎖好它 是 要用的時候 就全部的藥都放在那裏 有空要看看藥會不會過期 是的 要整理一下它 嗯 你知道我多開心啊 有一次呢 我收拾東西 見到我丟很多藥 嗯 我真的證明不需要用 但是我丟到很多咳藥水呀 傷風藥呀 發燒的退燒藥 哇 過了期啊 嗯 那我丟了很多 那有沒有補回倉呀 嗯 咳藥好像有補回 怕咳 那是呀 因為容易買嘛 是啊 其實這個是好的習慣來的 那些都需要在家裡有後備啦 嗯 安全一點的 所以有空要撿一撿 看看會過期 如果過期的話呢 到你用起來呢 可能就不敢用了 是的 那說回我們這個拋鎮 說回拋鎮的時候呢 就是大家聽到這兩個字啦 不要想著對方喵喵呀 有些什麼事呀 就令到你呢 即是 即是凍乾火啦 是的 其實呢 我知道在美國這裏的小朋友呢 他們有個詞呢 在英文就叫 Coodies Coodies 即是很小的時候呢 或者上幼兒園的時候 他們會說 噢不要吃吃啊 吃吃會有Coodies的 很有趣的嗎 可能就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那些家長呢 或者小朋友 錯誤的訊息就 以為是 由Coodies那裏 得到Coodies 但是可能就是在說這個病毒 啊 那做家長也可以用這件事 下下的手底部 不是很疼的 是 對 我先下先啦 OK 超哥 你的瓷磚款式那麼新 哪一家來的 不是你老友 Arizoa明的超瓦瓷瓷咯 蛤 我幾乎登尋人廣告找他 超瓦瓷瓷瓷 要搬到哪裡 超瓦瓷瓷瓷瓷 的阿明已經搬到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老友 歐洲進口的瓷瓷瓷 還全面特價 真是很划算的 那我一於去找Erik阿明 超瓦瓷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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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吧 做冷館、清炒或者燜雞 哦,原來是這樣 你用廚神鮑魚請客,免費了 好,其實我很多事情想問阿安楚彤的 因為人們說用西瓜箱 除了西瓜箱這些一般人說要用的藥之外 是用藥膏擦,還是用滴口那些 還是怎樣去治療 因為你知道是很普遍的 你在外面也很麻煩 因為吃東西也碰到嘴 洗面擦牙的牙膏也會碰到很痛 但是你在口腔裡面更差 有時候吃東西過分熱、咸 都會弄得很不舒服 很想快點康復 這些是否是過濾性的病毒呢 過濾性? 即是一陣子菌過了就沒有 當然它不會遲很久 不是長期有的,只不過是那段時間 但是它一起了就肯定會有個階段 或者七到十天左右 那很忙嗎? 如果你用藥的話就會快一點 不用藥的話 它自己會慢慢好的 是 不需要一定會用藥的 我現在都沒有用藥的 是 它不小心 一下子弄一下 好像越來越小 收回你 都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沒有了 是啊,那你很抵得痛 唉唷,不是很痛 但是好像中間那段時間是真的很痛 好像含了龍 很痛 白色一粒在裡面 是啊 是啊 有什麼藥是可以幫到大家的呢? 是啊 剛才說到的藥膏就是最直接的方法 但是其實有些朋友是不斷地 可能幾個月就會起一次 幾個月就會起一次 這麼頻密? 是啊 那麼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會建議去口服吃藥 吃些殺病毒的 它不是細菌,是病毒 嗯嗯 殺病毒的藥就吃一個療程 這樣就可以防止它禁住 不會那麼疲煩的發病 不會發得那麼密 是啊 荷包發就密一點而已 口腔發炎就真的不想 是啊 那其實那些膏呢 塗在嘴裡面 好像夠膏很噁心的 它是可以吃的 其實是 薄薄地塗的 是薄薄地塗 是幫你減輕痛楚 和快點好 那說起薄薄地塗 我想問一下問安楚彤 嗯 一般人的看法 當你那個地方有事 你要塗藥 那些人就覺得 塗厚一點 就好像好一點的 其實是否 厚和薄有區分的呢? 這樣說呢 其實 這個抛診呢 是應該每天至少塗五次的 嗯 最少塗五次 這麼多? 是啊 它最嚴重的時候 應該塗五次 所以你說 分量的多少呢 你塗多少 其實它吸收都是有限度的 反而你塗多些次數會好些 但是不需要很厚 不需要很厚的 因為其實我的心想一下 以我的common sense 我當這個是嘴 或者你皮膚有事 塗藥膏 嗯 那你薄薄地 它已經是表皮 表面已經吸收了 嗯 但是如果塗很厚的時候 在外面那些都是 黑走了 對 是不是? 都未必是 弱性會到達你的患處 是啊 不需要很厚的 好像你塗Lotion也是 你塗得多 其實它吸收了那一層就OK的了 是 你反而放太多 就又弄到這裏髒了 那裏髒了 所以你記住 薄薄地塗了就可以了 嗯 不要以為多些就快些好 其實多些是浪費的 嗯 塗多些次數 次數反而要多些 明白了 嗯 那剛才那些藥膏 和食的藥 嗯 真的去殺病毒那些 是一定要醫生的處方的 嗯 還有其實那些藥膏都很貴的 是啊 有什麼不便宜 有什麼便宜啊現在 有什麼藥不貴 人工 是啊 人工便宜 什麼都貴的 真的 人工不加局界 是啊 在美國來說人工都算貴 嗯 但是消費都貴 是啊 不要說這些不開心的事 唉 哈哈 好 那 說回藥了 是啊 那除了那些需要藥膏 不是藥膏 醫生開的藥方之外 可以配到的藥膏 其實市面上都可以買的 它很好認的 其實它是一支 一個盎司的 很小支的藥膏 是藍色的 全藍色 我想可能很多觀眾都看過 叫做Abreva 嗯 是不需要醫生紙可以買到的 很小支 雖然它都不便宜 但是呢 如果可以省回去看醫生的時間和錢 或者有些朋友會覺得值得 但是它這種藥膏呢 它不會幫你殺病毒 它只會幫你 譬如如果你不塗藥膏 需要十天好的話 你塗了這個藥膏 可能七天 七天 嗯 就會縮短了那個痛苦 嗯 嗯 所以大家問一下藥劑師 哪些可以幫到你 就不需要看醫生的了 是的 嗯 那還有 如果你只是覺得痛 只想去按住那些痛楚 都有一些藥膏是只是止痛的 嗯 可以塗在口腔裡面 在裡面 那你在外面呢 你說你經常欠外面 外面也是 照樣塗 都是一樣的 可以塗的 是的 譬如你吃完早餐 吃完中午飯 晚餐 都可以塗一下 嗯 其實這些口腔的拋診 是不需要戒口的嗎 嗯 最好戒口 戒什麼 像你說 那如果吃辣的東西 或者吃很熱的東西 是會痛的話 那就盡量去避免那些 但是其實 應該來說 就沒有戒口的必要 不過你不想痛 你自己戒了一些不吃的東西 對 就刺激那些食物 最好是不好吃 嗯 好 就不要熱氣了 是啊 熱氣的可能 十天都變得還沒好 嗯 嗯 而且你很痛 自己都很不舒服 可能你其實都搞到沒什麼胃口 你都不會太想去吃那些 那麼刺激的食物 嗯 那有什麼辦法 可以防止它再翻法 會不會有好少少的方法 啊 會的 就你要看看你 就是 清楚自己的身體 像我自己 如果一到冬天 我出街不塗潤唇膏 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先做好一些防護草 我猜是因為你的嘴唇爆炸 而感染了一些細菌進去 嗯 或者有時候用紙巾 嗯 有時候用紙巾 或者用一些東西抹嘴 都會 未必那麼乾淨的 嗯 那我就 因為你爆炸掉了 嗯 那就用一些細菌進去肉 是啊 但是它又不是細菌來 它是病毒 病毒 是啊 真的在你自己身體裡發出來 所以有壓力的那些就會 嗯 或者是像我這樣 如果冬風吹一吹它 就會引起這樣 是啊 不是菌尿這些 是啊 是啊 但是 都很重要的 就是 如果是發起了 就不要讓它發炎 發起了 是 發了出來的那些 不要讓它發炎 是啊 發了出來 發起了 嗯 發起了 因為其實呢 藥膏呢 一剛剛開始覺得癢的時候 越早塗 可能它不會發起的 因為你的感覺和我的感覺不同 我還未照在外面 嗯 而我在裡面 我就沒有這個癢的感覺 所以我沒有那個感覺 所以我沒有那個感覺 那一開始會怎樣 你突然覺得 嘴裡有粒東西 但是你會阻礙你 而且痛痛的 哦 但是 如果當時開始塗藥膏 或者會禁住症狀呢 我又不去看醫生 又沒有去買 下次找你幫我買 好啊 是啊 就是不用醫生指的那種 你會幫我買 不用我去買 哈哈 但是 我也不想經常塗的 因為我都是等它自己康復的 嗯 都是很短時間的 我喜歡自己的身體 自己康復 自己康復 我不喜歡每樣東西都吃藥 嗯 希望自己抵抗力好一點 是好的 是啊 沒錯 是 還要保持乾淨 還有 注意潤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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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說 注意潤唇 嗯 或者吃完東西 好像你說的 抹嘴 抹嘴 未必真的用紙巾會抹得乾淨 或者去洗手間洗一洗它 用水洗一洗它會好一點 對的 是啊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告訴我 必須要看醫生 不要像我這樣 什麼都不管 讓它自己康復 是啊 就說到應該正常的情況下 當你發了出來 應該是七至十天 就是頭頭尾尾 七至十天會好 嗯 但是如果過了十天 或者兩個星期都不好 就應該去看醫生 不好之餘 還會有越來越大的患處 是啊 那一定要看醫生 嗯 會的 還有一些朋友 我自己經歷過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 他不是一粒 他是嘴唇角周圍 一圈紅了 那樣的 像前班院長 是啊 真的好久 整個月都不好 不過你說起 我想起有一年 我回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很累 壓力大 還是吃了好 吃幾個打火鍋 連續吃 然後回香港 人人都請我吃打火鍋 接完之後 嘴唇裡面有三四顆飛枝 嗯 真的很痛 那次就真的 在我人身邊 不同的地方 在嘴唇裡面 說話都說不到 是啊 但是很神奇 那時候我朋友 是同學來的 嗯 就在家裡手門口 有一支 發國 噴口 噴的 發掛槍 發國的 噴是泡沫這樣 噴了之後 我那晚噴了三次 嗯 完全消失 沒事 都已經忘記了 哦 那好啊 好了 我完全不痛 忘記了 還繼續吃東西 繼續說話 因為你痛起來 是說不到話的 是啊 那噴的呢 我好奇它其實苦不苦 甜的 甜的 挺舒服的 嗯 是啊 那這隻呢 很難買到的 可能也有點止痛的作用 可能是的 是啊 那次很幸運 對啦 對啦 我同學家裡有這隻 因為它有小朋友 嗯 小朋友很容易有飛肢的 嗯 是啊 所以一定要看醫生 如果不是就會灰爛 是啊 那灰爛可能會 因細細樣就變得越來越大 是的 嗯 那如果 你兩個星期都好不了 可能就是因為 你自己身體 在血液 那些病毒 已經在你血液裡面 就是傳開了 嗯 所以一定要 到了這個地步 就不只是塗藥膏那麼簡單 嗯 可能連藥都要吃 要口服 嗯 就是徹底去殺除那些病毒 燒鹽 可能真的要 口服真的要 是的 那有沒有什麼症狀 會越來越重要 就是 如果是因為 起了拋診而發燒 就是有其他的病發症 譬如 發炎 嗯 那個其實病毒 跟你發炎不同 發炎可能會 可能發炎會大些 還有會 起籠 流籠 那些就是發炎 嗯 那些都是拋診引起的病發症 是 如果有這樣的話 就要去找醫生 嗯 那其實我覺得 做家長的 看到小朋友 口腔裡面 有非支 都要正視 因為 瘦仔什麼都不懂 嗯 大人多些去檢查 口腔 看看他那個患處 有沒有越來越 慢慢修復 嗯 如果他不是慢慢修復的話 而是越來越大顆 越來越嚴重的話 要去看醫生 是的 或者找一找 陳坐欣的藥房 問一下他 喂 你介紹一下 藥不用看醫生 用著才行不行呢 嗯 行不行 可以的 或者去任何間藥劑 藥房 問藥劑師 都會幫到大家 當然啦 如果這麼巧你去藥房 是見到 很難見到你 嗯 是吧 大家不要想著找到他 是的 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微信 Facebook都可以解答 沒錯 依然都是那句 我們的微信 可以跟我們通訊 就是 除了Facebook問我們 之外 可以是EasonMedia254 在微信加這個ID 這樣就可以跟我們有互通 是的 好了 今天差不多了 眨眼說了口腔的拋塵 是的 下次我們再說 好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清朗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嗯 搞笑咯 整群人一起的時候 我都是搞笑那個 但是 我又有感性的一面 遇到不開心 又或者想起傷心事的時候 我又會流眼淚 總之 我就會把自己的感受寫在臉上 開心就笑 傷心就哭 大情大勝那隻咯 不過 我平時喜歡做些什麼呀 煮下食 看下不同的文章 唱下歌 我的節目會講咩 一個字 情 問世間情為何物 無論是親情 友情還是愛情 都直教生死相許 想知道多些 那就要記得收聽和收看我的節目啦 我是誰 清朗呀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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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會是 講述